谁是凶手大结局,真凶被抓,沈宇入狱,赵丽颖发文向角色告别。 网友评论胡山泉在安定医院。 夏金兰胡山泉准备对沈海洋下手赵丽颖饰沈于沈宇,质问凶手赵丽颖发文沈宇入狱。 文明珠文章出品原创号《蜗牛娱乐话》,禁止转载。 谁是凶手终于迎来了大结局,纠结在观众头上的乌云也随着真相大白而散开。 随着海州案真相大白,很多网友都表示谁是凶手,真的是近几年看得比较过瘾的悬疑剧,比八角亭迷雾真的好看太多了,但是仍然比不过隐秘的角落。 在最后更新的16分之15集的内容中,我们可以看到,冷小兵一行人已经将目标锁定照相馆的工作人员,于是他们顺藤摸瓜,终于查出了胡山泉这个人。 胡山泉恩将仇报,十年前已经将沈海洋杀害。 胡山泉,就是海州案的幕后黑手。 同时也是杀害沈海洋的幕后黑手。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这个人也是沈宇的父亲在安定医院的病人朋友。 说他是病人,这个人从16岁就住进了安定医院。 说他是朋友,因为沈海洋曾经教给他写字读书,和他分享美食,还教他给病人打针。 这也就解释了,为什么沈宇在父亲失踪之后,能够收到两封和父亲的笔记,一模一样的信件,而杀人手法就是给病人注射激松药和麻醉剂。 想来,这些药物都是曾经在安定医院,他能够接触到的。 而沈宇曾经通过自己的回忆,想起在图书馆里看到很多借书都有胡山泉的名字。 当他问起自己的父亲的时候,父亲却显得十分的生气,也不想让沈宇去了解这个人。 想必当时沈海洋确实发现了胡山泉一些诡异的行为,而同时他还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。 所以,当时沈海洋才会让沈宇离他远一些。 而在后面案件重现的时候,我们发现沈海洋已经发现了胡山泉准备行凶下金兰,并且用电话报了警。 在这之后,沈海洋跟踪胡山泉的时候,由于被暴露了,所以被胡山泉杀人灭口。 这一切也在14和15级被刑侦队员通过一些线索推断了出来。 而巧合的时候,在沈海洋临死之前,沈宇还在照相馆的门口敲门取照片。 沈宇是全剧最悲伤的人物,被凶手操控的提现木偶。 海周岸的被害女性都是年轻漂亮的姑娘,她们有的刚刚谈婚论嫁,有的刚刚交往了男朋友。 就是因为去了照相馆,遇到了胡山泉这样的摄影师,最终失去了生命,真的让人唏嘘不已。 而沈宇因为一直活在凶手制造的幻想中,他幻想着自己的父亲还在人世间。 因为对沈海洋的熟悉,对沈宇的熟悉,让胡山泉一直利用沈海洋的身份来和沈宇通信。 在全剧的最后,沈宇在回忆自己年少时的情景,总是感觉有人活在自己的身边。 例如,刚刚放下的书被翻过了,掉在地上的衣服被人拾了起来,从凶手胡山泉的角度来看,这是对沈宇的保护,因为他脑子里已经认定自己就是沈海洋,沈宇的父亲。 他把沈海洋的身份证占为己有,还重新PS了自己的头上去。 可是实际上,沈宇确实被当作了提现木偶,被一个杀人犯控制自己的思想。 全剧,沈宇就是那个最悲伤的人物,最后他扑向真凶的那几刀承载了这么多年自己的压抑与愤恨。 赵丽颖发文告别,并且祝福沈宇生日快乐。 虽然谁是凶手是近几年难得的悬疑推理剧,剧情紧凑,推理逻辑缜密,但是剧情篇幅有限,有很多信息都没有解释清楚。 例如海周岸很多被害的女性在死亡之前,都会看着时间一点点的消失。 凶手杀害他们的手段,让他们非常痛苦,究竟什么用这样的方式,没有交代。 而作为真凶的胡山泉,在前几集一直没有浮出水面,直到最后,才用两集的时间来抽丝包茧,显得难免有些急促和拼凑感。 可以说这部剧是赵丽颖的转型之作,其中很多情节都对演员的演技有着很高的要求,但是赵丽颖真的很松弛,有种游刃有余的感觉。 例如他在得知自己的父亲已经在十年前被害的时候,强忍住自己的惊讶,强忍住自己的泪水,到无人的地方才放声大哭。 而当他看到真凶之后,那种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,逼问对方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父亲,演技真的炸裂了。 在大结局这一天,他也发文和剧中的神语做了告别。 他说,时间会过得很慢,在那个没有故事的时空里,一起看着小雨慢慢绘成河流,冲刷着普通而珍贵的每一天,说早安,说晚安,说生日快乐。 就像在剧中结尾,他对夏木所说的,人的一生只有这么长,好好活着吧。 大家喜欢这部剧吗? 对剧中哪位演员的表演印象深刻呢? 欢迎留言讨论。